小伙伴们,逆天了 AI可以直接把一段视频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视频 同时还能保证嘴部动作和发音保持一致 比如说我们来看一下马斯克的这段采访视频 它的语言视频其实是英文 但是AI分别把它们翻译成了日语、西班牙语以及德语 可以看到它的试备程度很高 几乎没有什么违和感 不仅对齐了嘴部的动作 连马斯克的音色也完美地保留了 简直是惊掉了我的下巴 所以我感盲试的是中文的效果 结果也非常非常的出色 如果不仔细看 还真的是分辨不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这一段是我的原视频 嗨大家好 欢迎来到AI学长这个超过的频道 我是小林 频道专注于分享AI、确认GPT、LLL和前沿科技的最新动态 我会每周更新相关话题 让大家学到有用的干货 目前频道已经更新了60多期精华内容 涵盖了确认GPT的基础知识 使用技巧、自动化流程打造 批量完成任务等等 所以如果你想深度学习AI、了解确认GPT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精彩的内容了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AI的无线可能性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翻译之后的英文效果是什么样的 Hello! Welcome to AI Seniors Cool Channel I'm Xiao Lin We share the latest in AI TrivialGPT ILO11 and cutting-edge tech I'll update topics weekly so everyone can learn useful knowledge The channel has over 60 episodes of essential content covering basic knowledge, usage skills, automation process creation batch task completion of TrivialGPT, etc If you want to learn deep learning AI and understand TrivialGPT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turn on notifications This way you won't miss any exciting content Let's explore the infinite possibilities of AI together 是不是非常的神奇? 而且这个能力对于创者来说 它的价值很大很大 我们就可以把国内的很多中文视频翻译成其他语言 帮应到国外的视频平台 吸引国外的观众 特别像B站、抖音上的很多内容 可以高质量的分发到YouTube、TikTok上 这里的广告收益翻十倍都不止 粉丝的受众面也一下子真正的变成了全球用户 妥妥的出海好帮手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来讲一下 是怎么样把这个中文翻译成其他语言 或者说把英文翻译成其他语言 这里其实我用到的是黑菌这个平台 像黑菌这个平台 其实是我之前在视频当中也有介绍过 像我视频的老粉丝应该有关注到 我先前是出过这样一期视频 揭秘数字能制作指南 短视频 直播带货轻松搞定 碾压DID 像这期视频的话 我是有详细的去讲这个黑菌这个平台 以及它是如何去制作数字能的 它这个数字能制出来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好,那我们回到今天这个视频的主题 这里我用到的这个功能是黑菌这个平台 它的一个实验室产品 然后目前也是一个 beta版 它新推出了一个功能 名字叫视频翻译 然后我们在这个网址里面可以体验 待会我会把这个视频的网址贴到视频简介下方 感兴趣的小伙伴或者对这个功能 觉得有帮助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去体验和使用一下 好,那现在我们进入这个界面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规则 目前它是支持MP4的格式 还有QuickTime以及Webm这三种视频的格式 然后它上传的时长要求是最短是30秒 最长目前是支持5分钟 这个视频的大小最大是支持500兆的一个大小 接下来这边是它支持的一些语言 也就是它可以把语言视频翻译成哪些语言 目前是支持英文、西班牙语、法语、印度语、德语、波兰语 以及还有其他一两款欧洲那边的语言 它的制作过程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点击这个上传文件 然后我随机选择了一个视频文件 接下来我这边是选择翻译成英语 当然如果是说你要测试其他语言也是OK的 提交完成之后 它这边就会进入排队的选项 翻译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点击下载 然后下载的结果 就是刚才我们在视频开头里面所看到的演示效果 所以它整个制作的流程非常简单 然后目前支持的语言下载来说也是比较丰富的 如果是说我们是想把中文视频去做出海视频 基本上是能满足我们的要求的整体的效果 包括音色、嘴部动作 我觉得其实还是能满足我们正常观看 所需要的这样一个效果的 好这个就是关于视频翻译功能的一个基本介绍 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个小小的功能 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前段时间黑晋出了一个预告 他们推出了一款超逼真的头像素质的视频 但是它目前还没有公开 是处于这个排队等候阶段 我们这里可以看一下 我先前是通过它那个排队清单提交了一个申请 然后是他们的这个创始人 通过这个最新的超逼真头像的这个功能 给我发了一段演示视频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后续这个功能开通之后 我们所有的用户也能通过黑晋这个平台去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给我们制作这种超逼真的头像素质能 来服务于我们的产品 好刚才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黑晋的平台 以及怎么样用它去翻译视频 其实呢这个解决方案能用的场景很多很多 再结合一些素质能的能力 几乎是可以做到全覆盖 这样视频翻译 视频出海的门槛就会低很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观看 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视频 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请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 你的支持对我很重要